今集我們出動去找石磨豆腐 是,我們來開箱 石磨豆漿機 原來有香港製造的湯力水 到底裡面有什麼材料呢? 立刻開始,今集馬田講完味 這個食材,營養豐富 我真的從小吃到大 煎、炸、煮、蒸 怎麼煮都這麼好吃 但是買這個食材的店舖也不少 我們找得當然是老字號 這次我們的目標豆品店 位於西灣河已經有60年歷史 三代都堅持每天新鮮黃黃豆 客製各種豆品 住在附近,大家都認識它 我從事這個豆品店已經五、六十年了 我遵從我爸爸要我們用心製作這個豆腐 我希望能夠將這個豆腐文化傳承下去 能夠令黃豆發光、發亮 豆腐、豆漿當然是用黃豆製造的 不過你知道黃豆有分工和工工的嗎? 我們有阿John為我們揭曉黃豆的驚天大秘密 肉眼看不出的 但是當你浸水的時候 工會沉底,瓦就會浮在水面 那瓦的分別就是會用奶水多一點 做豆漿就會比較適合 工會用來做其他副產品 例如麵糞、磨糞之類 即是醬類的 對 豆漿和平時在街上買到的 有甚麼分別嗎? 我覺得會比較濃郁一點 喝完之後還會留有豆的味道 豆就選好了 那之後是否要做豆漿要浸 半夜開始浸四個小時… 等一下 那豈不是從未天亮開始浸? 對,我們同事半夜開始浸 我以為麵包很少這麼早 是 四個小時左右 對,視乎天氣就會變成現在的狀態 這樣大了三倍 有… 現在可以拿去磨豆漿,對吧? 現在可以了,這個可以 這一步就是豆漿機,對吧? 是 它的樣子應該比你老 老了,有40歲了 當然有,我們可以把浸好的黃豆加水 開機,這樣它會自動轉動 就會出現沿漿 上面是機器 為何下面還是用石磨那麼傳統 我們堅持用石磨 因為石磨會比較慢 而且石磨和石之間的磨擦 沒有那麼熱 普通的鋼三磨 它們高速轉動的時候 會有熱力,會殺死蛋白質 所以我們繼續用石磨 它磨蝕,現在越來越危險 那石磨就可以磨到豆漿 是否可以喝了 豆漿的原漿 也會有渣 我們就要放在分離機上 將渣和豆漿分離 那經過分離機出來的豆漿 是否就是新鮮豆漿可以喝了 是,我們那些叫生漿 我們就要煮一會兒 就叫熟漿就可以喝了 即是還要經過煮的 不然就會有一股臭青味 那分離機分離了豆渣之後 還有沒有用的嗎 我們店舖就沒有用的 但有些客人會用來種花 或者做肥料 這樣也可以用盡它 好,我們來開箱 石磨豆漿機 首先,第一件事已經很輕鬆了 開水嘛,開機 你看,其實不是很慢的 也挺快的 我們只是這裡一坑 我們起碼要重複30次 才可以把豆漿都弄進去 我們由它這樣轉 經驗是來自看它的濃度是否正確 來調整水量 是不是很厲害呢 說得真的會這樣 現在我們的斷漿就流出來了 豆漿和豆渣分開之後 生漿可以放入蒸氣工壓機 那生漿就變成熟漿 加了糖就是我們平日喝的豆漿 利用熟漿還可以做成不同的豆品 要做到豆腐 師傅會先將適量的石膏粉加水 然後將熟漿撞下去 等一會就會稍微凝固到 就像豆腐花一樣 這樣就可以做豆腐了 好,John,我們現在就做豆腐 是,沒錯 剛才凝固了熟漿就可以… 撲下去 對 很少用這麼大的撲 撲滿它 煮熱的 是 所以你每天要賣多少瓶呢 10瓶的瓶 那你每天要做… 要起碼做到這個份量 對 我們現在像豆花的狀態 我們蓋上它之後 就會壓力壓下去 這樣就會變成豆腐的狀態 就是用來將水隔出來 對 隔乾一點 就放這塊板進去 就放些重量 大概兩個小時就會成形變成豆腐 快點 新鮮熱辣的豆腐和豆漿就完成 立刻嘗嘗 很滑 很滑 而且完全感覺不到水水的感覺 液體好像很濃的混合在一起 豆花有鹹有甜 我們先嘗嘗甜 不加糖味 我喜歡它很濃郁的豆腐花味 你健康之選 我先加少許糖 這個豆腐花也很滑 超級滑 真的可以直到喉嚨 其實不就像日本人拌生雞蛋 送飯一樣 是嗎?應該是 而且這個東西 我終於想到怎樣形容 它真的比生雞蛋滑 先嘗嘗鹹的 原來鹹豆花就是豉油 蝦皮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是什麼? 先嘗嘗 很滑 很滑 開泡 這個就像平時的上海泡 鹹豆醬 但它變成豆花的版本 不過剛才聽老闆說 這個東西 又不是它一開泡就有 它是一個華東的傳統食法 然後街坊說做吧… 然後它就根據街坊的需求 研發了這個東西出來 先撕豆腐 鹹豆腐 鹹豆腐 我們馬上來嘗嘗 很軟身和滑 是嗎? 因為剛才老闆說過 它這個豆腐用了一個 特別的傳統制法 它比一般的硬豆腐 軟身一點點 這個還會有一點點吃到 豆腐的軟身和有一點點滑 說硬豆腐只有豆味 是呀 馬鐵的食材箱 今天有黑糖、珍珠加上豆漿 做甚麼都很容易猜了吧 你很精簡 你想做甚麼呢 我們會把豆漿 轉成台式的黑糖珍珠 而不用鮮奶用豆漿 先做好一堆珍珠 是否現色可以賣的 現色可以賣的 看你買哪種 有些是乾的 有些是半乾的 有些是急凍的 每種都不同做的 所以這次是乾的 要煮大約半小時 所以我們來到 其實就開火做黑糖就可以了 好 我們把黑糖放進去 煮用它 對 然後微量的水 極微量就可以了 好的 最主要煮用的黑糖 最主要是煮用的 它很快就會融化 很快 用冷的豆漿才會出來有紋露 因為熱豆漿沖了就沖均勻 用完了 立即拌勻了 為甚麼你會想到煮這個珍珠豆漿 因為我想到來傳統的店鋪 如果要煮一些傳統的店鋪 就好像有點怪怪的 現在要煮一些新的店鋪 刺激一下老闆 一定會很震撼 糖就煮熟了 是 我們把珍珠放進去 糖會吸入裡面的水 之後它就會變得更加硬 這樣煮完 它就會變成平日見面的珍珠 很黏黏的 對 好 你看已經煮到了 煮到稠稠的 對 你看它的刮 這樣有少許奶絲的狀態 好了 我們關火了 你看現在就非常適合 放了 這樣 把它放進去 要掛滿邊 然後開始轉 我們把珍珠都放滿了 對 最重要的東西交給你們 立即投章 好 好 對 黑糖珍珠 豆漿 完成 豆漿到 很棒 新式的 試試試試看 試試試看 黑糖珍珠豆漿 那我就認真要試試看 我便會收版權費 自己肯定 可以想好它 剛剛好 尖度 還有額頭 喝到凍豆漿珠 還有黑糖的味道 對 還有質料 那次有多鹹 我可否考慮一下 可否在我們公司出品 太棒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謝謝你 在這個年代 仍然吃到 石磨的豆漿豆腐化 老闆連原材料 黃豆也很講究 我覺得剩下的原味道 已經夠美 看到他們做豆漿的過程 才知道 純粹肉眼看豆漿流出來 流成怎樣 就會知道濃度和加多少水 所以真的 三代的經驗 累積回來 特別經驗 豆渣可以怎樣用 今天會用它來做蛋糕 夠甜蜜 湯力水… 經常都聽不說 究竟湯力水是甚麼呢 這款香港製造又有甚麼特別呢 對 馬田 這次我們選了豆渣來煮 是的 豆渣可以怎樣用呢 豆渣很有營養 因為它所有成分 其實最主要是在豆渣上 所以我們今天會用它來做蛋糕 煎蛋蛋白 我們放一點糖 打蛋是很有趣的 其實蛋黃是阻礙自己打蛋的 因為蛋黃有油脂 所以如果只是蛋黃沒有油脂 其實你看它很容易打 但是混合起來就要幾倍努力了 你看到是有文露的 那就為之OK了 電視節目就要做這個步驟 還要放一個糖嗎 在家裡其實也會試試的 但不知會倒了幾盤 然後又要再打一個 在家裡就不要試了 就是這樣 那我們的蛋白就準備好了 另外那半的蛋黃放進去 先拌勻 醬汁 就是這樣拌勻 低筋麵粉 輕輕拌勻 你看現在這樣很乾 就可以放一點豆漿 要什麼狀態為止可以 起碼是稀的 可以兩個合體 做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拌勻蛋白 分兩次 因為一次拌不完 就要在底下這樣拌勻 對 但又不能拌勻太多一下 而且太大力 是嗎 對 然後又加另一半 這樣切開它 它就容易分進去 你看現在拌勻到九成 差一點點 就可以加上油 就像剛才這樣拌勻 因為現在開始拌勻 就會越拌越稀 油不在裡面 一條條 基本上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入模 對 對 那需要先塗油嗎 不用 蛋糕要爬上去 是要靠有牆 即是它反而要黏一點 對 這樣才會升得高 搖一搖 搖一搖 燉了空氣 對 燉了空氣 焗多久 用這個的170度 焗35至40分鐘 蛋糕已經焗好了 切成片 這樣夠做兩盒 一個蛋糕 可以切到四片 然後就到裡面的餡 有兩個蛋糕 糖 你可以嘗試拌勻 很稠的感覺 對 看上去好像拌不起來 對 但是拌一會就可以了 越來越固體 之後就會慢慢液體 再來 縮粉 縮粉 你拌一下就拌到 已經變成像漿的狀態 對 慢慢加 主角 慢慢加就會更容易拌勻 看到無糖就有漿 因為我們加了糖 對 就是中小火 不要太大 拌勻了就可以放進鍋裡 煮熱 對 你看它慢慢變濃 很稠 對 慢慢變成像醬一樣 對 你看它越煮越稠 對 然後來到這裡 你可以這樣 炒鬆 對 這樣才會變幻 四面八方都攪勻 它 那它的質感就會一致了 而且你會稀微一點點 嗯 那就可以關火了 那就可以關火了 對 就關火了 就是加上奶油芝士 讓它更加濃郁 用它的余溫 融了它 然後混合了 慢慢拌勻它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 把它裝出來 鋪上保鮮紙 放進冰箱 最好四個小時熱水 接著我們把糖 加進淡忌廉 打到站起來的狀態 就可以了 乳酪都還沒到最熱的程度 嗯 你就很收手了 不然再打就會散 我們拿冰冷的豆漿餡出來 嗯 就可以把乳酪混合進去 把它拌勻 一點點 不要一次過加緊 對 因為到兩者的狀態 是要混合的 嗯 沒有暈了 我們有兩個盒子 基本上什麼類型的盒子都可以 先鋪一層在底 嗯 它 我們呢 折脊 2 3 4 5 好像乘數表一樣 2 3 3 5 這樣 擠完呢 為了令它的層次感更豐富 可以加可可粉 各樣都可以 哦 我們這次呢 加呢 就是和狗粉 噢 配合它的味道 對 還有日式一點 那我們呢 灑一層 鋪滿它 對 接著呢 再來蛋糕 再一層蛋糕 按一按它 然後再擠 再擠 對 就是這樣 就完成了 對, 豆乳盒子蛋糕 呃 滴滴色色的 鴨子蛋糕 對 吃的時候 是 雪凍了 基本上 直接剷出來就可以了 很多奶油 是嗎 嗯 可以嗎 很香 豆味 而且它比平常的蛋糕 是紮實一點的 配這個奶油 都不會太膩 對 好像純奶油 嗯 如果你是重口味 黑糖煮成糖漿 淋上去 就會更加棒 夠甜蜜 嗯 快回去嘗 嗯 吃蛋糕 湯力水流傳萬世 超過一百年歷史 這麼多年來 配方經過不少改良 這款香港製造又有什麼特別呢 這裡本來是一條龍罐裝飲品製造商 主要是跟品牌合作 今年推出了第一款自家研發 草盤湯力水 我開始以為罐裝廠 即是有一條生產線 缺兩滴精油 那罐飲品就出來 原來不是 原來真的有人用新鮮的原材料 來做飲品 想都沒想過會這樣發生 湯力水… 湯力水經常聽人說 究竟湯力水是什麼呢 其實傳統來說 湯力水是一種藥物 它的藥物很苦 所以怎麼辦 人們就加甜 加酸 冷凍這樣喝 對 很容易入口 對, 已經想到湯力水的味道 你這樣說完 我們現在做的湯力水 其實都用了這個原理 但我們就拿走了那種藥物 所以其實我們在想來想去 我們還是想要一種更苦的東西 那為什麼不找一些比較適合的東西 去做呢 經過反覆的嘗試 他們終於找到龍膽草 因為它的苦味比較柔和 味道最適合 除了剛剛說的材料 這裡的湯力水 還加了一種特別的水果 到底是什麼呢 那為什麼要選擇這個本地的香水檸檬 不選在超級市場買到的呢 剛才你看到它的樣子比較醜 但是它的皮和普通檸檬的味道 是不一樣的 有點像香茅一樣的香茅 對 香港種的有機種植 也沒有放一些蠟 因為入口的檸檬、橙 其實是有些蠟 還有塵的, 保護它 對 做一次500L的湯力水 就用百多二百個香水檸檬 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叫做杜松子 杜松子其實是煎的主要杜松子 它有一種很特別的香味 還有這款叫做多香果 我看到有像咖喱一樣的香味 在裡面 對, 有一點像咖喱一樣的味 它就是用它的香味 令整個飲品的味道 可以更多層次和複雜一點 記住, 批皮只有黃色的 裡面是白色的 就是不要批那麼深 對, 第二層也不容易 對, 因為白色的就會黏 對 那真的要批到天亮 要很小心 對 但是這個皮也不容易批 因為它凹筋不斷 因為腳硬硬 對 平時要多用很多功夫 應該批完幾個了吧 是嗎 是嗎 幾個 收不到空了 要加粗 想不到 我批檸檬皮也會輸一節 為什麼我批出來的檸檬皮特別小 但是呢 現在聞到我的手還有很大 很香的香水檸檬味飄逸 接著就要將材料加熱 令裡面的香味, 精華全部揮發出來 和野灘冷之後 就可以進入打氣入罐等等的程序 打氣的過程 通常晚上就會把這些光弄涼 我們有一個叫做Cabernation Stone的東西 把氣弄得很小 慢慢地吸入飲品 那就會變成沒有氣 變成有氣的飲品 沒錯 對, 進入罐後 封口後 你就會看到我們會將它黏補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為什麼這麼冷 打氣要冷了才能打氣 還有就是熱脹冷宿的問題 你想想一下冷的時候入罐 我們回到室溫的時候 不然可以漲一點, 撐起這個罐 如果不是, 你看到那罐很軟 你會覺得是否流氣呢 乾杯 真的很有草藥的味道 非常之一 我們用這個龍膽草 其實就比起一般Clinning 是比較複雜的味道 尤其是香港人會熟悉的 一些喜歡草藥的味道 第一次喝就發現 原來真的本身是冷的 因為之前我們也在家做梳打水 因為水不夠冷 然後打出來又沒有氣 原來真的要冷冰才打氣 真正的廠都是這樣做的 下集, 我們出洞去找Ricky師傅 先喝杯 更傳統, 先喝東西 先喝杯, 歡迎… 超過CM 對 要生日、聖誕等 全部加起來才吃這麼厚 是嗎 是 要做人一樣, 要有些厚度才行 自己也是, 是嗎 是 感受一下他的港產午餐豚肉 有多好吃 下集繼續和大家馬田說完了嗎